最近几天,市场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蠢蠢欲动,大家普遍觉得这是护盘资金行为,先是券商股的频繁移动,再到保险股的分率拉升,直至今天银行股的全面上涨,应该说早上固执本来是向下要破2700点,结果以平安银行为代表整个银行板块启动。 其有一家小盘的银行股,成都银行,还出现了盘中涨平,从涨浮宝的情况看,小盘银行股相对靠前,那些大型的银行股上涨之后一些,银行股上涨你可以当成是护盘资金的一个有效主乘部分,但是更多的还是市场对估值的一种预期。 从夏季公布的部分银行半年报表看,有一个普遍的特点,都是利润分数大于收入增速,要对这个概念做一下简单解释,什么意思呢? 表现在企业资产活模不扩大的情况下,利润在不断扩大,说明整个银行的运行效率是提高的,质量也一样同步上升,那么整体估值自然提升。 这应该是银行股今天上涨的一方面原因,既然银行股护盘了,尤其是平安银行全天成交了30亿资金,表面看有点撬动市场的节奏,但是从美式的收盘情况看,整体效果很不理想。 护制盘中最多的时候上涨23个点,可是快收盘的时候这个上涨几乎被回落全部吞吃,这是一个不大好的现象,有点护盘失败的意思。 实际上不仅仅是银行股,前几天的券商股也是如此,资金试图想通过小盘的品种来调动人气,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。 今天那些小市值的银行股拉盘,相当于小票的上涨一样,涨得快,跌得也快。 指数恰恰跟从了这样的属性,才出现了盘中的快速拉高和快速回落的点心特征。 最后对盘面总结一下,一,我记得早上的时候说了券商,必须要依靠大型有业绩支撑的品种拉盘,才是持续调动人气的法宝。 小票的商场只会降低行情期来的概率,一起的作用永远都是卖冲。 所以在后期我们注重护盘资金动作的同时,一定要继续关注大资金的启动方向,要看看大市值的品种资金的流入是不是有持续性。 这是决定护盘资金能不能拖起大盘的关键。 二线在基本上大金融里的不同板块普遍能换了一遍,不知道下周还会启动谁来护盘,说实话对这个我目前没有太大的把握。 就当钱的护盘效果不算是很理想,就拿今天来输银行整体的体量如此大的情况下都冲高回落。 真不知道下周谁还能拖起来。 三,唯一值得庆幸的是,相关的数据显示最近,却只有资金在A股参与,可是这个体量没有办法恒定。 但从启动金融股的小盘股,看资金的底气似乎并不是很足,这个意味着后市大盘还是以横向正道为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